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 选战倒数24天 气氛的确越来越紧绷 也越来越紧张 韩国瑜这个台湾政坛的当红炸子机 他常挂在嘴巴边 有句话说 秃子就跟着月亮走 到底他跟的是哪一颗月亮呢 又是哪一颗月亮 让这个秃子可以发光发热呢 就要你四位来宾就这一题 跟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跟讨论 第一位是立法委员王玉敏 大家好 第二位是民进党副民主导 许家欣 大家好 智慎媒体的罗友志同学 文家哥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王时期 大家好 讨论之前来看一下 常常挂在这个 这个秃子旁边的一句话叫做 北漂 到底怎么个漂法 我们看一下最新的VCR 你做完一个动作 我做一个动作 我做你跟着我做的 好好 请 想谈这种前阵子 好像有上馆长的直播 对 然后馆长现在好像被攻击得蛮惨的 哈哈哈哈 大家都知道馆长有一个最有名的叫做深蹲救台湾 所以这个要求是希望韩总能不能深蹲救高雄 今天不做的今天就没做的做不出来 那就跟着大家一起 我们在座男生陪着你一起一起深蹲好不好 如果你没有做得很标准的话 那个馆长过来踢滚好不好 哈哈哈 请请 膝盖不要超出前面 好膝盖不能超出前面 然后脚跟肩膀差不多一样寬 脚跟肩膀差不多一样寬 屁股要往后 这样子叫深蹲 哈哈哈哈 好麻烦 那个 哈哈 今天做不做啊 今天做不做啊 那你做你做 我做你做 你做啊 你要一起 哈哈 你做完一个动作我做一个动作 我做你跟着我做的 好好好 好请 大家感谢欢迎 好我趁这个机会先抽第二个题目哈 哈哈哈哈 他不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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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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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做这个动作再说 哈哈 好那我们再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OK回到现场 这个的确立刻在网络上也是一个热搜的影片 那其实比韩国瑜更红是这位女主持人 没错 26岁 大家问他的身世背景 跟大家报告他已经未吩咐了 使得这条心吧 OK 网络上当然有另外一些声音啊 说韩总谈北漂 北漂应该是个严肃的议题 因为民进党在这议题上面也有他提出很多 包括他在在地的观察 包括一些相关的所谓统计数据认为说 根本没有北漂 北漂是个假议题 那不管怎么样 北漂应该是一个值得大家慎重的议题 那有人讲说 会不会韩总在议题的处理上面有点太不正经一点 您长期关心民党政治 您对国瑜兄有很多的了解 你认为这是不正经做一种手段来传达正经的讯息 还是本来他就不太正经 您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大家如果看到现在 韩总这个对手批评他最多说 他没有政策 他哪没有政策 他有政策啊 只是说他谈政策的方式会让大家听得懂 比如说大家过去如果谈到青年的议题 会很严肃说青年的就业什么什么 这样子谈一下 但他不是 他先抛一个北漂这两个字 可以 大家的目光就进来了 然后他再开始谈 让带领大家看到说 那高雄这20年晚 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吸引大量的年轻人 继续留在高雄 而他必须到外地工作 其实他上个礼拜五在那个凤山的那一场 我有去现场 我有帮忙助讲 现场我看到的情况 过去国民党的场合会来的是 游览车再来的老人 但是礼拜五凤山那一场 虽然民主党现在不愿意承认 但是你看到的是年轻的 很多中产阶级的 然后是一家人就走路搭着捷运过来的 骑着摩托车就过来的 你会看到一种现象是韩国瑜吸引到的 还不只是年轻人 我觉得他现在根本是已经打破 这个年龄的框架跟族群 他可以吸引不同的年龄层的人 就是来支持他 所以凤山那一场我看出一个是高雄 叫做民心思变 高雄人想要改变 他认为高雄应该可以更好 韩国瑜的支持 我也觉得讲得很好 他说高雄有空港有海港 他的条件值得更好 然后他第一句话他就说伟大的高雄的人民 讲了三遍 伟大的高雄的人民 所以对手一直批评 他说为什么韩国瑜要喊什么高雄又老又穷 我觉得他都是用一些口号来凸显问题 凸显问题之后他告诉大家方向 他要提供解方 所以他后来就告诉大家 他拼经济 他认为高雄最好的最需要的就是拼经济 而不是拼政治 这是民进党我觉得选战打到现在 他们应该要去回过头检讨的 之前陈其迈的游显还在说什么 顾台湾 就是还在买病喷顾台湾 就是说还是这种政治老调 但是你真的去问这些高雄的基层的市民们 他们要什么 他们真的觉得拼经济很重要 他们觉得提高工作收入很重要 农民觉得把我农产品卖得出去很重要 甚至现在连渔民 他们也要来上街头要抗议 他们觉得这几年来 他们的这个渔获量 还有渔产的收入其实不够好 所以我觉得这一股风起 云涌韩国瑜的现象 不只是他个人带来的 他背后更反射出说 高雄长期民进党执政以来 高雄人想要改变 他们不觉得由民进党长期执政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他认为换党换人做做看 或许可以帮高雄带来新的情形 是 家禽 刚才我大胆挑战了 我想会把很多云友的意见提出来 譬如说有人说 韩国瑜批评他说 你太空了 一支嘴唬你一领领领 我这样批评 我想国瑜兄我讲这个 他都应该都可以接受了 因为这很多人这样的问题 那相对来看 奇麦兄讲的会不会 也太遥远了 也太深刻了 某种程度觉得 跟现实的生活有点脱节 比如说AI 城市什么经济首都 跟现实的老百姓生活中 我只希望每天能够多安稳一点 多一点所得 之间的所谓现实面的体验 是不是有些落差 我上次也大胆问 所有全台湾的候选人 我的画面是一台收音机 我请问这些政治家们 你们的收音机的频率 对到了人民苦难震动的心声了吗 有对到这个频吗 如果从议题大胆也来挑战一下 齐麦兄 不知道这个嘉芯 你怎么看这一题的 你的回应是怎么样 刚刚提到韩国瑜先生 各种他提出来的政策 对他信口开了非常多政策 但是没有一个政策是认真 有做背后的研究 连统计数字都大有问题 那一个完全没有做准备的东西 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执行 而且他把高雄仍然看作 只是一个工业跟农业的城镇 他还在每天讲 我就是要把农渔业东西卖出去 那请问一下我们的年轻人 是还在做农渔业吗 是 那齐麦提出来的不就是我们年轻人 现在在发展的东西吗 智慧经济 这个AI的城市 这有错吗 如果你没有开始发展高附加价值的 那最近我们不要讲什么 花妈主政下一个最大的投资案 3800亿 是谁去投资的 对嘛 那华邦电是什么样的产业 电子产业 是嘛 那所以我们这个高价值产业的东西 要陆陆续续让它推出来 创造在地的收入 创造在地的就业 才是实实在在的啊 那不然过去 这个韩国瑜一直在讲说 年轻人必须要往外跑 两个原因呢 那第一个台北市 担当我一个大安区 五间国立大学 一整个高雄有五间国立大学吗 你告诉我 你资源配置差这么大 年轻人要去哪里读书 读完书以后 当然是就近在附近 可以找到更好的就业 高收入的这个机会啊 那现在一路下来 我看到陈其迈 真的认真的提出了各种各样的 从年轻30岁到60岁 不同阶层的需求的产业 这个产业的结构 那我看不出来 韩国瑜提出什么东西 那韩国瑜只有提出 爱爱摩天轮 哇石油 不要诬蔑人家什么爱爱摩天轮 爱情摩天轮 爱情摩天轮 精准一点好不好 爱情摩天轮 他叫爱情的 没关系爱情 他没有那么精准 他如果有那么精准的话就好 就不会讲说 我要创造的就业之机会是 你带来100个 我跟你握个手 你带来1000个 我抱你一下 你如果带来10000个 我就赔你一碗 以身相许 我还没讲啊 我后面都没有讲啊 以身相许 你自己心里开始有所怀疑了嘛 我没有想什么 问题是这些对我来说 我只感觉不舒服而已 我没有丝毫感受到 这些是什么就业机会 这些就业机会是casino吗 是在这个地方做 这种仲介的情色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我们要高雄 我昨天听到一个最神奇的是 韩总对于又老又穷的定义 跟我们真的很不一样 而且他对于拼经济的逻辑 也跟我们不一样 他去到苗栗说 哇 苗栗 徐耀昌是全台湾最会拼经济的 我们等一下会谈这个 对不对 那如果他的标准是这样 只要是民进党执政的 一定又老又穷又丑 只要国民党执政的都不老不穷 不丑 不要扩大他的定义 他只在检视高雄而已 他前什么都没有发表评论 那王玉民 王玉民委员 这是我的时间 你尊重我 但是评论要根据事实 我评论都根据事实 王玉民委员可能很久都在台北 没有跟上进度 他昨天才在嘉义跟台南 继续说台南又老又穷 嘉义又老又穷 然后同时又到苗栗说 苗栗好会拼经济 这个都不是我自己乱讲的 你新闻一Google 全部跑出来了嘛 是不是 所以到底是谁在信口开河 我相信这个连网路的网民都看不下去 昨天都在键盘前面的时候都说 哇这个韩总的逻辑 我们也开始追不上了啦 所以一路走到今天 如果是真的有心在拼经济 你看一路花妈13年来 除了交通设施 文化设施 产业在高雄港 高雄港以前2000年的时候是世界第三大 2005年的时候是全球第六大 然后马总统2015年的时候 是变成十级大 差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如果真有心 要让这些经济产业 不管是年轻族群的 或者中年的 或者是甚至比较资深公民的 大家都有不同的开发机会 它应该有完整的一套啊 而不是我今天走到这里说 我们把太平岛股份 这个出去就好啦 来挖石油 我们把迄今变成是一个 什么样的特种 这个什么特区 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产业 他也讲不清楚啊 然后爱爱摩天轮 年轻的高雄小姐 要年轻漂亮的高 爱爱摩天轮要这样讲吗 爱情摩天轮 叫高雄年轻的小姐来做 一个人一分钟进去 马上就结婚了 抛秀求 是这样在面对我们年轻的人吗 这种是什么样的逻辑 我觉得我只是被做 在这个地方 年轻人只是一个工具被作践 OK好 刚才这个提到说 这个华邦店到高雄 投资了3500多亿 包括徐耀昌 他也说 3800多亿 他包括说 像台积电也到苗栗 投资很多 像竹科的第二期 有在那边 我做一个工人指定 包括最近的很多的一些工人团体 都对这个投资案 我们提出一个检讨 就是说 不反对投资 但是要让劳工的所得提升 不然到哪里去设厂 只是要那个地方 去变相提供低价的劳动力 这并没有解决劳工的困境 我对两党的态度 评价都一样 别让这个城市留下你的青春 却留不下你 任何一个城市 都必须想 你最青春的子民市民 留在你的城市 未来这个城市 才有继续发展的机会 好